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名第12位的施瓦兹 万以6-16-2完胜世界排名第16位的埃德蒙德闯进次轮 WTA新闻 由于受到暴风雨侵扰 沙拉波瓦与卡拉坦切瓦的比赛 在沙拉波瓦以4比1领先时不得不中断 而在此前进行的比赛中 大威以7-5 6-1横扫同胞多勒海德进击次轮 来巴里科瓦破表对手发球胜塞局以3-67-66 6-2惊险晋级 萨法洛瓦在4-6先丢一盘 次盘2比4落后的情况下连班四局进入决胜盘 决胜盘又以2比5落后且被加夫比洛瓦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萨法洛瓦再度连班五局 神奇的逆转晋级下一轮 10号种子格尔格斯以3-67-64 6-4逆转巴伯斯晋级 康塔维特也以300逆转马卡洛瓦晋级下一轮 中国军团罗杰斯杯女双手轮比赛章 帅打党孔塔瓦就赛点 以4-67-61 11-9淘汰哈勒普被鼓组合晋级16强 5号种子徐以凡达布罗斯基组合以4-66-47-10以外 暴冷布迪斯币分斯布沙尔组合止步首轮 ATP挑战赛济南150K无一柄 以6-36-4暴冷击败三号种子米洛耶维奇晋级此轮 李哲4-66-37-64击败四号种子布博利刻意晋级 张之珍以7-52-0击退高薪 无敌7-57-63击败进来状态正家的王德坤同样晋级 中网世界排名第五的迪米特洛夫宣布参赛 至此中网的比赛汇聚了四位世界排名前五 纳达尔小资韦列夫德尔波特罗迪米特洛夫 加上此前宣布持爱卡出战的前世界第一木雷 阵容可谓是星光异役 来源 网球之家作者 莫川主播 罗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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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